明天開始要進入6月了 很多人在看 現在要進入第三季的話 會不會可以買房了呢 因為現在有一個最新的統計出來了 5月的全台房市交易 現在消費信心已經回升了 所以很多的屋主 他們現在看後市 覺得還滿樂觀的 所以他們現在不是在降價求售 而是要吸售 市場就出現了價格的拉鋸戰 所以全台灣的交易量 就比上一個月少了一成 米白色配色邊邊角角加點金色裝潢 讓高貴感再升級 雖然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 將會驚險飽二 但隨著近期消費者信心回升 也讓房市再度出現價格拉鋸戰 捷拉來說就是屋主看好房市後市 雖然不會漫天喊價 但也不會讓價出售 而買方的部分呢 則是希望房價會下跌 所以出售就會相對保守 賣方出現攜售狀況 買方則是購物變得保守 數據攤開來一看會更加的明顯 與四月相比 新北桃園月減超過百分之十 台北月減百分之七 新竹台南等地也都亮縮 不過與去年同期來比 反而交易量還不錯 北北桃三大都會區 皆有雙位數的增加 價格部分應該算是一個 比較持平盤整的一個跡象 就是在通膨的預期之下 其實房價好像要下跌 也比較沒有那樣的空間 但是要上漲可能比較沒有機會 因為目前在平均條例修法通過之後 其實整個投機炒作的狀況 是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受戀 雖然近幾年房地產變化大 但新美期董事長林傳傑給強新增 認為剛性需求還是存在 明年大選過後房市會好轉 且點名新北台中表現最佳 整個價格是屬於一個 比較持平盤整的一個階段 那對於就是不管是自住 或者是長期自產的民眾來說 尤其在通膨的預期之下 其實房價要下跌 可能也沒有這麼容易 短期內可能比較難看到 那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話 其實現在就可以進場慢慢看 總體來說市場認為 隨著向半年景氣陸續回溫 房屋市場將是自住當道 穩定成長 東塞新聞 科幻民副議員台北報導 東塞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看盤中算 趕快來按讚 東塞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東塞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